头条焦点就要带您关心是 零售市场的震撼消息 统一集团砸下了290亿元 收购加勒福60%的股权 等于统一的通路布局更加完整了 现在跟超市龙头全联的竞争 烟消味越来越浓 但是我们要更深入告诉您的是 统一和全联之争 其实已经有很多年了 全联的前总裁徐冲仁 当年也是统一超油亏转赢的重要推手 现在这两家零售巨头的争霸 好戏还在后头 统一集团重磅宣布 要用290亿元吃下60%加勒福股权 预计2023年中完成交割 在市场投下震撼蛋 统一未来完成和加勒福的交易之后 将取得全台340间的门市 包含68间的量饭店 还有272家的超市 量饭市场即将大洗牌 目前量饭市场四强鼎立 前三名分别是好市多加勒福大润发 如今统一顺利拿下加勒福 零售大战正式开打 其实统一集团1974年成立统一超商 并非一帆风顺 连续7年都亏损 不过在前总经理徐冲仁带领下 重新定位品牌 卖斯乐宾引进极点文化 才逐渐让统一超商转亏为盈 让业界震撼的是 2012年徐从仁转任全联总裁 更让统一高层大感意外 便利商店跟超级市场 毕竟还是不一样 便利商店以个人为消费为主 那超级市场是以家庭 这个成年为主 而熊能详广播就是出自于徐从仁之手 原本全联前绅士军公教福利中心 2016年徐从仁担任总裁 打响知名度成立行销部 打造吉祥物 短时间内电数从700多家 变成900多家 单店业绩连续8季正成长 如今大战开打 统一成为全通路霸主 超商破6000家 加勒服则有340家 全联则紧追债后 超市1080店 大润发则有22间分店 超商超市或者是量贩 大家一定要把它做大 那做大的这样的立场来说的话 当然未来的这些包括供应 市场的接受度 占有率能够提高 那消费者自然就习惯 去那边去做购买 虽然统一并购加勒服 是否有垄断疑虑 公平会说还在审查当中 但可以确定的是 零售争霸只会更加激烈 东四台新闻 常宏林浩宇台北报导 但是现在一般的消费者 也很关心说统一收购了加勒服 到底对我们去消费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很多老客户就说 加勒服有很多都是进口的商品 还有他们的自由品牌 这些会不会不见了呢 另外也有人好奇说 这Seven跟加勒服这会员的点数 能不能共同使用 行销专家现在就分析说 如果统一可以整合好这一切 在精准行销 还有溢价能力上面 都会大要紧 真的统一了 等到2023年 加勒服就要变成纯本土企业 对消费者最大差异 是这一区会不会回不去 色彩缤纷的意大利面 还有日韩直送的零嘴 过去加勒服的亮点之一 就是各式进口商品 但有网友担心 还能买到便宜红酒吗 以后法国粥会不会变成统一粥 对此加勒服要消费者别担心 根据收购合约 进口商品会维持原状经营 毕竟统一真正的野心 不在规模经济 而是范畴经济 统一买下加勒服 不只是要把零售的市场 做大而已 还有范畴经济 所谓的范畴经济 是指统一未来手上 有量贩超商百货跟药装 如果能把客户的点数 以及大数据 统统整合进open point里 就能扩大顾客的占有率 Seven 康世美 星巴克等 食物品牌本来就能互通 要是未来点数优惠 都能跟加勒服共用 就能争取更大谈判筹码 企业可以透过更大的会员资料库 来做相关的分析 后续精准行销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是当它的规模更大了 所以它跟厂商之间 拥有更多的溢价能力 以及客制化商品的能力 行销专家以洋芋片举例 卖场更能要求品牌 客制化生产 重量更轻但更便宜的商品 借此吸引消费者买单 对此加勒服老话一句 自由品牌跟定价策略 目前维持不变 东森财经新闻 钟宇瑞留置在台北采访报道 不过这一波很多东西都在寒涨 您要看这个是庶民经济 对于这波的涨价 真的非常有感觉 7月的这国民经济信心 竟然是坠崖式的在下降 您看这好多项指标 全部都是创下了新低 这包含了这有59%的民众 预期说今年这通膨 可能就要超过3%了 而且现在赶充股市的意愿 竟然创下了3年8个月来的新低 所以以前的少年股神都不见了 还有耐久财 大家就在说这个消费会缩手吗 因为荷包更紧缩啦 但这个耐久财包含了车子 家电等等 现在说消费意愿也是两年低 而且旅游聚餐这些意愿都是大减的 您就看现在很多东西 其实都在涨价 今天是鸡蛋 这好多人每天都要吃 批发价还有产地价 今天开始每台金要涨2元了 但是现在全联还有佳乐福就说 他们的冷藏蛋 目前没有要跟进涨价 而在高雄的蛋商 业者就说每台金涨2块 但是他们有这种叫做有机的红蛋 是维持原价 鸡蛋开始涨价 我们来到这里发现这个白蛋 每台金涨了2块钱 而旁边的这种红蛋 老板则是佛心地维持不涨价 客人一个接着一个上门挑选鸡蛋 有人还自备环保袋或盒子装鸡蛋 这间蛋行白蛋一斤从49元涨到51元 有机红蛋则是65元维持原价 听到鸡蛋又涨价了 民众的反应是 我涨多了 但是没有办法 这个是每天要吃的东西 可以了什么都涨 万物都涨 哪个不涨 对不对 这个不涨 那涨的是白蛋 全台闹蛋荒20号起 产地价每台金40.5元涨到42.5元 批发价则是50元涨到52元 一箱20斤的话会多40块钱 这也是今年第四次涨价 就切蛋才会涨价 有一些是鸡淘汰 夏天比较热吧 圣诞力没这么高 产地跟批发价都调涨 不过像是全联加勒服贩售的 席选冷藏蛋 业者说站不跟进涨价 一样也不敢涨的 还有卖蛋饼的摊饭 古早味面糊倒入平底锅 再放上蛋跟蔬菜 蔬菜蛋饼大功告成 一份只卖30元没涨价 目前大家都已经跳涨了 有的荷包蛋都卖到15块 你们呢 这边没什么客人 我们不敢涨啊 镜头再转到嘉义市知名火鸡肉饭 有卖便当 另外荷包蛋跟乳蛋 也能单点一颗10元 老板说现阶段自行吸收 毕竟生意难做 再涨就怕客人不来了 东森新闻 吴心梅 红宝 请领域信在高雄嘉义的采访报道 中游在桃园关堂的第三座 异化天然气接收 第一期的沉箱工程 沦为豆腐渣 这个遗云还没解除 马上7月底总金额高达253亿的 二期工程就要开标了 现在立委是跳出来呼吁说 这原承包商的责任 都还没有厘清之前 应该要取消参与招标的资格 可是中游就回应说 这沉箱只是托放过程有瑕疵 招标还是会照既有的流程 还有规范来走 中游桃园关堂第三座 异化天然气接收站 总金额高达253亿的日期工程 马上要在7月底开标 不过现在有立委出面呼吁 原本一期承包商不宜再得标 针对黄昌跟泛雅 在三街一期工程 是不是有违规 或者是有偷工减料的情形 所以在还没有厘清之前 是不应该让他们进入 第二期工程的招标 橘红色钢筋直接外露 混凝土墙面出现剥落 原来就是因为三街第一期水下工程 已经疑似沦为豆腐渣 立委呼吁中游和承包商 应负起最大责任 中游更应该在接下来工程发包上 加强监督管理角色 否则人民难以安心 曾经发生工程品质不好的这些厂商 是否还有履约的能力 标案有最低标 也有那个最规格 最佳的规格标 我想这个政府应该做好把关 对此中游回应 外界对工程想法都会纳入考虑 不过招标都有一定流程和规范 还是会照着走 东森 彩经新闻 柯黄明 叶子晶 台北报导 接着带您看这是最新统计了 全台湾薪资平均最高的地区 是在新竹 因为这边有好多家的科技公司 可是这个是员工自己回报的统计 所以说新竹平均的薪水竟然有5万多 超过这个平均的公司 就包含了联发科是有8万 可是有更多人看到吓一大跳的是 这新竹台积电的员工薪资 怎么会比台南南科回报的更高呢 科技新贵真的不是较假的 根据最新的薪资统计 新竹地区平均薪资来到5万0163元 惩罚全台 可能工程师或是一些RD研发之类的 科企业吧 因为我之前是做科企业的 台湾购新公司到底都是哪几家 如今曝光了 新竹地区护国神山台积电 平均薪资55K 纸牌老四 大树联发科平均薪水 8万4千991元 以及友达的59千743 跟工研院58千275 但同样让人跌破眼镜 过去薪资七都垫底的高雄 竟然超车台中 是高雄喔 真的吗 最近高雄发展很好耶 那可以叫北漂的朋友 赶快回去工作 高雄平均薪资36千586元 小赢台中的35956 其中日月光高雄厂 平均薪资46000 比高雄平均多1万 而台中地区美光台积电 友达光电 都超越县市平均1到3万不等 不过有趣的是 台南台积电员工回报的薪资 竟然远低于新竹 还有更奇怪的是 明明证交所公布台积电 年薪高达200多万 算算月薪应该有20几万 怎么员工回报只有5万多 科技业高年薪的关键 其实是在于分红跟奖金 年薪的统计 不单纯只有每个月的薪水而已 所以这是造成两个统计数据 会有所落差的原因 现在要高薪也有机会 23号即将登场的 台竹苗地区就业博览会 就开出了5000个职缺 其中科技厂就占了88% 要来抢人才 敦财新闻黄福祥赵华珍台北报道 最近有民众说怎么去买薯条 比考驾照还要难呢 原来这是有网友 他在网络上po文说 在台北有一家汉堡店 他们外带的车道实在是太窄了 车辆进去之后 简直是要快贴壁 空间所剩不多 可是其实过去就有很多 大卖场的车道设计 很多人就说这是险象还生 就连老司机都是胆战心惊 买个汉堡薯条 到了外带车道 像是要钻隧道 不注意很有可能就会被刮到 近日有不少网友发文说 他们发现某家的速食店 外带车道不但像是小山洞 而且载到一辆车进去刚刚好 引发不少网友po文讨论 我们实际走访 发现这车道确实不大 店家为了遮风避雨 做成隧道模样 不但限高215公分 还限速20公里 因此小车进去还行 但如果再大一点的汽车进去 技术不好 或是一闪神肯定刮车 实际上不止速食店 不少大卖场的车道 也是考验顾客开车技术 不敢开快 就不敢 绝对不敢开快 它是整个叫转上去 像这家大卖场想要停个车 必须要开上螺旋车道 感觉要不断的转圈圈 才能到达 由于坡道角度大 外加宽度窄 驾驶一不注意 爱车不是刮墙 就是跟对象车接吻 从墙面伤痕累累 也可以看出 有多少车已经栽在这 上面还是很多叉伤 事实上停车场 有坡度限制 1米6以上 就是每开挖1米的深度 要有6米的坡度 除了坡度外 50辆车以下的停车场 车道出入口 以宽度1.8米的轿车来算 至少要停两台半 还有部分住宅区的公共停车场 宽度实在太短 缓冲空间根本不够 想要塞两辆车不可能 不少驾驶担心 这个上坡度一定要踩重油门 片面一上来 就是人心道跟马路 真怕会撞到人 因此即便是老司机 遇到这种样的车道 还是要全神关注 小心再小心 东西新闻潘炳章 新北市有一名车主他控诉说 请车行帮忙报废 可是对方却用他的双证件 去办理了过户 甚至把这整台机车 拿去重新烤漆再转卖 他就气得提告了 不过这被告的业者就说 要交由司法来处理 但其他的车行就提醒说 如果你去报废车子 不要把双证件给业者 还要注意的是 有没有拿到证明还有四连单 车行忙着拆解报废机车 车壳以便堆成小山 一般民众如果机车坏了 不骑了常会交给车行 帮忙报废 但你有追踪过车子去哪了吗 一位谢先生就指控 要报废的机车被拿来贩售 他说报废要上证件 我怎么知道他拿上证件去 然后过户层自己的名下 然后再帮我换车牌 最后还把我卖掉 骑了五年的机车 因为无法发动 请业者检查 对方说引擎坏了 修理需要三四万元 跟车辆限值差不多 谢先生决定报废 还付给对方三千元处理费用 过程中都是告知我就是报废 但是后来就是出现在店里的车 跟我报废的车一模一样 连车带号码引擎号码 那些都一样 我都拿行照对过了 机车没有被报废 反而被换掉染料系统 重新漆成黑色 被po到机车社团拍卖 以两万八千元卖出 他怒告背信以及业务侵占 因为他那车已经不开始用了 那我也是不堪其劳 是觉得就是交由司法来处理 他说他事情是 车子是就给我全员处理 只是说因为他是口罩上叙述 所以这件事情我想说 他说他有理我说我会理 实际追踪报废流程 机车车主一定会收到报废证明单 接着再由回收商开出废弃车回收四联单 车辆才确定报废完成 车主也才可以凭四联单申请奖励金 如果要防止报废车变成车行的二手车 一定要注意双证件不可随便给车行 该拿到的单据证明一张也不能少 我们去逛连锁的超市还有量饭店 常常会看到一些蔬果的包装 有一半其实都是来自于 新北这一家蔬菜的供应商 它在北台湾的市占率有高达八成 其实它是传承三代的这个老企业 三十多年前他们就首创这种蔬果不裸麦 而是要客制化包装成一盒一盒 甚至有这边有蔬果专属的快筛站 每天会抽一层来观察农药的反应 绿色蔬菜 饱满番茄 细长光滑茄子 还是口感爽脆的糯米椒 高达上百种品项 北台湾最大的蔬菜供应商 你吃过的蔬果一半以上都来自这里 每条小黄瓜送到组合秤 重量正确就亮绿灯 在忙碌作业中能够减少耗损 但怎么送到消费者手中 包装的前置作业更是要有扫配不 其实每个蔬菜品项它都有独特的加工方式 从未要让麦相更好看 所以会拿剪刀来底部做一个修饰 番茄则是透过它的色泽 还有软硬度来进行筛选 最后送入包装 蔬果布罗麦经过蔬送袋 小小包装也成为超市卖场的蔬果煎冰 自动化系统一分钟能产出30多盒 24小时不打烊 一天的出货量就高达100吨 有直接做B或是C甚至到B2B2C这件事情 甚至到现在我们做O2O 其实我们是随着时代不一样 或是说消费型的不一样 而是快速的去调整自己的脚步 农民端到市场端 他们是中间的桥梁 为了维护品质也有蔬菜专属的快筛站 每天随机抽样10% 能够观察农药反应 做好第二次把关 看供需问题 供应大于需求 当然它的价格就会比较低 那如果反之需求量大于供给量 它的价格售价 少不一定当然就会提升很多 因为进一步跨足电商 疫情下业绩逆势成长三到四成 但巨大的蔬果量 八百坪的工厂 员工近百人 人力短缺也是一大难题 我们在人力上面也需求量更多 可是反观因为疫情的关系 导致现在不管各行业 都很缺工缺人力这样的事情 当然包括我们自己的产业是一样 传承三代的老企业 重批发走向零售 连锁超市 量饭店 餐饮业等都找上门 他们要让这熊气的滋味 继续发送到潜台湾 东山新闻 吴博威 副一文新美报导 台股今天盘中有两档股票 遭到了狙击 这是论泰新还有论泰全 主要的原因就是今天早上九点多 信传媒报导 南山现在净值大减 第二季已经跌破了千亿元大关 所以现在会拖累转投资 他的润泰全还有论泰新吗 信传媒这样说 润泰全的第二季的禁止 恐怕会邮政转付 但是依照证交所的规定 如果是这样的话 恐怕是要下市的 所以您就看股价是怎么在跳水 10点多消息出来的时候 简直是跳水式的下沙 到还没11点 就已经灌沙到了铁亭板 而且是一路躺平到收盘 我们其实在盘中就已经去跟润泰全求证了 他们说不可能 而且还等不到收盘 大约1点钟左右 他们就已经重讯回应说 上面的这个是媒体的议测 本公司的结算结果还没有出来 但是股价拉不起来 下午有人去问润泰集团的总裁 盈眼凉了 他就说南山在两年多要准备上市了 到时候股价会是业界数一数二的 所以投资人应该要放心 可是其实很多台股投资人 这一波被电子股杀个措手不及 怎么放心呢 联电荣誉董事长曹星成 在今天他公开露面了 他要替有50年好交情的 联电荣誉副董 宣明志的新书发表站台 曹星成就说 联电当年推动了分红配股 在竹科创造了上千个亿万富欧 如果没有亿万的话 一定是最近炒股票输掉了 股票不卖就不赔啊 就算这几天台股都是反弹 但这波下沙 就连大老板联电荣誉董事长曹星成都说 没有杀出就不算亏啦 联电推动了这个分红配股 我认为可能在新书科学院区 创造了一千个以上的亿万富欧 你们没有亿万的 可怕这些炒股票输掉了 提到自己当年在联电创举 首创台湾科技业员工分红配股制度 大铺梗原来就是为了挺过去和他一起打天下的 联电荣誉副董事长薛明志出新书 他是准个王 所以我以前联电成功制度发达 一开口谈到对方 双方50年的好交情自然流露 而话锋一转谈到美国晶片法案 要限制拿到补助的厂商到大陆投资 曹星成这样看 台湾的厂商没有需要补助的 补助来麻烦也麻烦 你不需要钱 你干嘛要补助呢 所以其实没有影响 薛明志也认为只要台厂靠自己 就不会受任何影响 全世界我刚刚讲说是一个地球村 大家互助合作然后去发展 如果这个硬要去分隔一块一块的话呢 那可能的问题呢 就是说这个降低了自己资源来源 至于近期半桃体业砍单频传 晶片业40年经验的薛明志也老神在在 托诊单子呢 看害不害怕呢 就看你有没有 过去有没有经过春夏秋冬 基本上也不是砍单子 就是这个线大家都是排单 排蛮久的 但是调整预测 或者对短期的出货呢 是不是希望缘坏 看经济前进 薛明志甚至说自己是死多头 虽有通膨挑战 但只要企业进步成长的比通膨快 就没有问题 东森 财经新闻 柯默明 叶子晶台北报导 鸿海集团布局电动车在下一程 今天宣布与半导体大厂恩智浦合作开发 新一代的车用平台 恩智浦也会加入鸿海 池下MIH开放电动车联盟 戴上VR眼镜 远端近端 零距离即时开会 鸿海大秀影片告诉你什么叫做元宇宙制造工厂 但如今车用布局再下一程 鸿海和恩智浦半导体签下合作备忘录 未来将攜手开发下一代智慧联网车用平台 过去这几年 一两年 我们已经跟很多的这个车厂展开了 不管是整车设计或是次系统 那以我们当一个这个垂直整合的方案商 鸿海电动车拼图逐一成型 恩智浦专精车用处理器为控制器 在全球市占率名列前茅 鸿海新电动车品牌会把S32系列处理器 使用到电动车应用的类比产品 未来更将进一步发展安全自动驾驶 未来产品的变化跟整个产业的变化 分工也会跟着变化 怎么样发挥台湾的这个 我们非常有弹性 而且我们对分工的这个想象跟供应链的管理 都非常有的经验 我们在车用电子上能找出一个更好的 这个造车的模式 鸿海从去年底开始就针对车用半导体开始布局 先砸下25.2亿元取得望宏竹科6寸晶圆厂 强化碳化系晶圆制造 预计2023年可以上线生产 另外为了取得SIC基板供应还参与了盛新材料募资案 强化供应链关键材料的取得 在策略上能够收拢或是跟一个已经有很好市占率跟产业经验的合作伙伴一起做个联盟的话 其实对于我们在加速这个产品的迭代更换速度 甚至是提升我们产品研发的那个速率 洪海MIH联盟预计2025年能贡献营收达到1兆元 洪海也持续强化供应链 东森财新闻 长宏林浩宇台北报导 都在东森财新24小时故事直播